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心打造的卧室了 壁纸和地毯呢 都是从英国老家寄过来的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稍微换一换 但是大体呢都是这样的暗色系 我很喜欢这种灯光昏暗的感觉 所以屋子里没有什么特别亮的灯 我要直播的时候 会把打光用的灯拿出来 放在电脑桌上 说到我的电脑 也是我的工作台 这些可都是我自己组装的 每天我就在这里剪视频 直播玩游戏 墙上贴的都是我喜欢的作品海报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下午茶区域 没有下午茶的我是没有灵魂的我 每天来上一杯 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 不过我喝下午茶的时间 一般是半夜 或许我喝的应该叫 月黑风高茶 然后呢就是我的书柜了 除了我买的一些诗集名著小说之外 还放了我收藏的手办 最下面两层放着我的游戏机和游戏碟 这里放不下的都堆到大毛的房间里了 反正它都无子空 最后就是我最爱的床了 我对棺材的选择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睡着不舒服的那些棺材 都被我劈开当柴火烧了 棺材里放着羽绒床垫 夏天的时候可以换成凉席 内置温控装置 想要什么温度都可以随意调整 冬暖夏凉 真的非常推荐街坊们人手一个 睡在里面真的很舒服呢 好了 我的房间介绍完了 那么问题来了 书柜里的手办还有墙上贴的海报 街坊们能认出它们是从哪些作品里来的吗 快把答案写在评论区 让我看看哪个街坊答的罪权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答题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